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标准差 在前面我们介绍了分散的趋势的描述 有全句 四分位句 四分位差 就是还没有介绍标准差 前面这一部分 听一听就过去了 但是标准差一定要了解 因为标准差是分散趋势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因为它不像是全句 它只重视的是头跟尾 也不是只看到四分位句里面的 Q1跟Q3的位置 它尊重了每一笔的资料 每一笔资料只要一栋 一笔资料一栋 那么我们的标准差就会改变 那么标准差的定义 我们来先看一下 标准差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它分为了两部分 就跟平均数是一样的 它有母体的标准差 跟样本的标准差 那么母体的标准差 是怎么算的呢 是这样子的 这是Sigma的平方 注意的是 标准差的平方 就叫做变异数 如果说我们不要平方 那就是要开一个平方根 这是所有的每一笔资料 这是每一笔资料 距离母体平均数的距离 的平方 它平方了以后 再除以N笔资料 这是平均的距离的平方 然后标准差 那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再开一个平方根 还要再开一个平方根 那各位同学就清楚了 这个是每一笔资料 减掉μ的平方 注意是μ 指的是母体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样本标准差 是怎么算的呢 样本标准差 要跟它有点不一样 这个字要念Sigma 那么样本标准差呢 我们用S来代表 Standard S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S平方 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有的 有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这是μ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用我们这一笔资料里面 这N笔资料里面的平均数 取代了μ 可是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个X bar 它是取自于自己 我们在后面将会介绍 这个的话呢 自由度就会降低1 一个自由度 也就是这边有N笔资料 要除一个N减1 那么也就是说 S指的是什么 平方根 这边要注意 这是N减1 每一笔资料 这是抽出来的资料 扣掉X bar 样本平行数的平方 也就是距离的平方 这边有N笔要加起来 但是要除一个N减1 从另外一个估计的角度来说 这后面会交 交什么呢 这个这样子的写法 S是什么 它的这个样本变异数 是母体变异数的不偏的估计量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介绍 但是现在目前 请各位同学先接受这个定义 就对了 那么我们来算一下 怎么去算标准差 现在我们看题目 从母体里面抽出一组样本 现在有五笔资料 求标准差 那是什么 指的是S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这五笔资料 首先我们要先算一下 算什么 算它的样本平均数 17加12加14 除几除以5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13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表格 同学就会比较清楚 也比较不会计算错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的资料列出来 这里的X有哪些 12 10 17 12 14 那么现在我们的平 这个是样本平均数是X bar 它距离X bar 距离多少 这个减13 负1 这个减13 负3 这个减13 正4 这个减13 负1 这个减13 正1 我们并不希望它是加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加起来一定都是0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定会平衡 所以我们负1也是一个距离 正的也是一个距离 都是距离它有差距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是正的 我们就把它来一个平方 来做一个平方的动作 平方了以后 这边是1 这边是几呢 这边是9 这4的话 这边就是16 这是1 这是1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加起来 这个加起来是什么 这个加起来就是 每一笔资料距离样本平均数的平方之和 那么我们算一下这是几呢 这是25 28 好 算完以后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标准差 是平方根 每一笔资料距离它的样本平均数的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除一个n-1 本题 n是几 本n是5 所以这里是4 那这是几呢 这是28 所以是根号7 根号7就是我们的样本标准差 s 那么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要计算起见 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个小数点 2.645多 那我们就2.66 这就是我们的原始的算法 标准差 如果是说资料不多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算出来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可以教各位同学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算 是这样的 这是s平方 我们知道这是样本变异数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其他的算法 来我们看看上面这个 我们把它拆开来 各位同学你看看拆开来是什么 xi减掉xbar的平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了 a减b的平方等于a平方减掉2ab加上b平方 然后一步一步的拆 来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来现在因为这是一个减一个加 所以事实上都可以把它做一步一步的拆开来算 那么现在这是xbar本身是一个数字了 数字以这个总和而言它可以拉到外面去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这是每一笔资料的总和 它其实我们因为它除n是多少 就是xbar 所以它其实就是n倍的xbar 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我们要预计要把这个 这个项要把它改成nxbar 那么这是xbar的平方 可是这边有一个sigma 由i等于1到n 这里没有i 它等于说是加了n倍 所以它其实它就是nxbar的平方 我们心里有底了 这个也知道了 那么我们准备把这个计算公式 可以做一个另外一种写法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改成了一个nxbar nxbar 这是xbar的平方了 这也是xbar的平方了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 这个可以消掉一个 这边就变成消掉一个 这边就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写法 是一种 那么也可以写成一个另外一个写法 因为xbar的话呢 它是xbar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n分之 sigmaxi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把它来一个平方 nn就消掉 于是可以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其实是蛮常用的了 但是同学的话呢 是在这个部分来说 如果有考题考在这一部分的话 那也建议同学稍微记一下 因为有时候题目它会给我们一批资料 它告诉我们的平方和 它告诉我们的是总和 就要问我们样本标准差是多少 那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算出来了 那现在注意的是这边别忘记了 这边还要再除上一个什么 n-1 不要忘记了 这是s平方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这个公式有的时候 是用在一支每一笔资料的平方已经知道了 每一笔的总和也知道了 然后这样算才会比较快 不然的话我们就用原始方法算也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用刚才的数据 我们来看看 刚才那个数据有五笔资料 有十二十 十七十二十四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 想要去算它的这个标准差呢 那么先跟各位同学说 当然不限于五笔资料 如果说它有五百笔 一千笔也没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的话呢 现在资料在这边啊 等一下我告诉各位同学怎么做 再随便在一个储存格上好了 在这边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呢 我们要用的是指令 上面这边选的是公式 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 这边的话呢 要选 选什么 选统计 统计了以后 我们心里最好是能够了解 它原来的英文的名字 所谓的标准差 既然是标准的 那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那如果同学背不起来 没关系 我们就来找 跟standard有关系的 s 可以来看看 哦 看到了 sd std指的是standard deviation是dev 没错 不过同学要看到 这边有个点p 还有个点s 那么我们要选这个 还是选这个呢 这跟各位同学说 一定要选点s 点p的意思 指的是population 指的是母体的 这是母体标准差 这是什么 s就是sample的 那么就是样本标准差 我们点这个 点了以后 点一个确定 确定了以后 它要问我们 它有两个栏位 这是新版 这是两个栏位 那没有关系 其实不用理它 我们就把它 又拖曳的方式 全部拖进来 这就是从这边开始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拖进来 它这边就写了 b2到b6 这边是b2到b6 至于说后面 不用理它了 这边已经帮我们算好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按一个确定 2.64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算的数字 那么用Excel是比较方便 用拖的方式 这样子做 或者是同学 你会被它的 这个指令也可以 你们就记得了 它的话呢 是standard STDEV 就对了 我们谈到这个资料的 离散的状况 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定义 叫做变异系数 CV值 所谓C 指的是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这就是所谓的 变异系数 那它的定义 是怎么定的呢 变异系数是这样的 它的定义 CV值是 μ 分之 σ 如果说 这个叫做 母体的 变异系数 如果说是 样本来说的话呢 σ 我们就用 s来取代 这个μ 指的是 x bar 那么 这样子的 是较为客观的 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 σ 举一个例子 就同学就会比较明了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两家公司 近一个月的股价资料如下 何者的变动较大 我们来看 有A公司 以及B公司 两个公司 如果我们不看的是它的平均股价 我们只看它的标准差 我们就会发现 标准差 7比5大 于是我们就 是不是 A公司较大呢 并不是 为什么会 不是B公司较大呢 因为它的平均股价 它这个是高价股 他买了 A一张 就可以买B两张 那么 标准差 这个理论上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是这样算的 A公司的 变异系数 它是 股价 平均股价100 标准差是7 那么我们再乘上100% 它喜欢用的是百分比来算的 所以是7% 那么 B公司呢 B公司是 5 这边是50 乘上100% 所以这是 10% 这个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何者变动较大呢 应该是B公司 那么 直接用这样的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 不够客观的 我们应该要再除上了 比上了它的这个 平均数 这样子来看 两个来比的话 我们就要用的是 变异系数 会比较好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到这边 我们是想表达的就是说 分散趋势 最重要的是什么 标准差 标准差最常用 统计学里面的话呢 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有一点 同学的话呢 千万不要忽略 它跟平均数是一样的 它有分为母体的状况 还有样本的状况 那两个的符号 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母体标准差 我们用的是Sigma 样本标准差 我们用的是S 而且计算的方法 要特别注意 它的公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样本的话来说 用的是X bar 分母叫做N-1 这个分母是N 那么事实上 这个母体标准差 基本上我们也 常常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用的是 样本标准差 来估计它 最后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大笔的资料 当然我们实在是 要计算起来 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也建议同学 用Excel 或SPSS 这些统计学专用的软体 比较方便 谢谢大家